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叶,都吃过了吗? 现在的小孩都那么喜欢玩手机,每天吵着要玩十分钟 这是孩子的战场,这是孩子爸打包的战场 最近天气冷了,然后感觉手脚有点冰凉 今晚来煮个鸡酒吃一下 客家女人坐月子的话,一定少不了黄酒鸡 现在天气凉了,也想着喝一点闹闹生 鸡肉先焯水烙起来,然后热锅下游 准备姜片,把姜片放进来爆香 如果想吃姜味浓一点的话,就把姜拍碎 爆香以后再把鸡肉放进来 煮鸡酒鸡一定要用好的 这个鸡也挺老了,刚好要生鸡蛋了 鸡肉炒几分钟,炒到有点想出油的状态 表皮有点微微花黄就差不多了 然后转到砂锅里 不想吃太油的话,等会加了黄酒以后,把上面烂成油撇去 接着倒入客家黄酒 想吃味道浓一点的话,就少加点水 再加点食盐进来调一下味 水开以后转最小火,煮1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我们来看看,美味的黄酒鸡就做好啦 天凉了喝一碗全身都暖洋洋的 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 趁热先喝上一碗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多多关注哦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